各位中午好 欢迎搭乘凤凰五件专列 我是郭杨子 欢迎你好 我是老商议 头条从这里看起 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在21号是给北京科技大学的老教授来回信 对培养更多高素质人才 促进钢铁产业创新发展 绿色低碳发展 提出殷切期望 习近平在回信当中说 北京科技大学自成立以来 为中国钢铁工业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 直此建校70周年之际 仅向老教授并向全校师生员工广大校友 表示热烈的祝贺和诚挚的问候 习近平强调民族复兴迫切需要培养造就一大批德才兼备人才 也希望老教授继续发扬严谨治学 甘为人提一的精神 坚持特色 争创意流 培养更多听党话 跟党走 有理想 有本领 具有为国奉献钢筋铁骨的高素质人才 促进钢铁产业创新发展 绿色低碳发展 为铸就科技强国 制造强国的钢铁脊梁 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而乌战士就这么进入了第八个星期 普京下令取消强攻亚素钢铁厂之后 在乌克兰南部被围困的马里乌波尔 俄军也开始接管这座城市 并且开始移走区内被困多时的民众 而乌方强调 马里乌波尔尚未完全沦陷 亚素营的一名指挥官则表示 战斗还远没有结束 马里乌波尔的守军牵制了至少一万名俄军 使他们无法抽身参与夺取 顿巴斯地区控制权的战斗 今日俄罗斯电视台报道 总统普京下令取消强攻 马里乌波尔的亚素钢铁厂计划后 俄军开始接管这个城市 除了继续呼吁乌军士兵投降 又协助室内的居民撤走 又平民离开 躲藏了多个星期的建筑物 登上俄军安排的汽车离开 马里乌波尔被俄军围攻了两个月 室内多处地方仍冒烟 建筑物无一完好 只余下一个废墟 估计仍然有十万人被困 无法离开 医院也无法幸存 内外均损毁不堪 工作人员及病人早已不知所终 俄乌双方一直指责对方破坏停火 使得人道主义通道无法顺利疏散平民 最新一批成功撤退往扎波罗着的民众 只有79人 还叫预计的6000人为少 有人平安底部后忍不住流下眼泪 也有人终于露出笑容 西方发布最新卫星图片指称 马里乌波尔以西20公里 一个城镇的边缘地方 一个旧有的坟场上 有一个怀疑新洼的乱葬岗 估计占地85平方米 约有200个新墓地 乌方表示 马里乌波尔两个月来的战斗 共造成数千人死亡 俄方就否认军队滥杀平民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基辅 会见到访的西班牙首相桑切斯 及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时 强调马里乌波尔尚未完全落入 俄军手中 乌军仍然控制着部分地方 至于乌方提出 以手上的俄军战俘 换取当地被困的乌军士兵 俄方仍未有回复 而桑切斯及弗雷泽里克森则宣布 会提供更多军备 与乌克兰对抗俄罗斯 西班牙的物资包括 数十辆军车集军需品 合共200吨 已经巡海路运往波兰 丹麦的物资则总值10亿克朗 折合1.12亿美元 丹麦并会协助乌方清理地雷 俄乌战事进入第八个星期 战事仍然持续不断 有关停火的谈判 则毫无成果 对于泽连斯基表示 没有收到过俄方的 最新和平文件草案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 佩斯科夫表示质疑 他强调 俄方已经将草案 交给了乌方代表团 目前正等候乌方的答复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俄罗斯总统普京 在21号则是表示 强攻马里乌波尔 亚速钢铁厂的提议 是不合适的 应该是封锁住 亚速钢铁厂工业区 要让一只苍蝇都飞不出去 本台采访队再次进入 亚速钢铁厂 路上见到了不少 无人掩埋的尸体 以及留下的大量武器弹药 情况相当惨烈 马里乌波尔 位于乌克兰亚速海的北部 这座城市 也是亚速海 大型的工业 和主要的交通枢纽 这也是乌克兰 敦尼茨克地区的 一座重要的城市 正如乌克兰人 自己所说的那样 在战争期间 位于左岸区的 马里乌波尔钢铁厂 已经变成了一座 巨大的军事的堡垒 这也成为了乌克兰 民族主义集团 亚树营民族武装的避难所 大量重型的装备武器 拉入到场区内 这也包括了多发的火箭系统 大功率火炮系统 以及托尔乌型的导弹系统等等 俄罗斯军事指挥员表示 在俄军开通了 人道主义救援通道之后 尽管乌克兰武装人员 不断进行了阻拦 但是仍然超过了 14万2000多名的居民 撤出了马里乌波尔市 我们现在位于马里乌波尔左岸地区 记者的身后 这就是马里乌波尔亚树钢铁厂的 成品的这种车间 可以看到到目前为止 在这个钢厂的一半 已经被俄军和民兵组织所控制 但是地下我们可以看到 它有多层的攻势 目前仍然在基站之处 记者的前方 这就是钢厂的这种入口处 而且现在特别是在这个入口处 已经被俄军进行了一个清理 我们现在位于马里乌波尔钢厂的码头 到今天为止 钢厂的战斗还是进行的相当的激烈 民兵组织表示 在马里乌波尔的钢厂 目前是集结了3500多名的武装人员 同时可以看到 俄罗斯军队在这个区域的这种部署 也是相当的紧密 俄罗斯方面已经表示 目前在马里乌波尔已经开通了 三条的人道主义救援的通道 可以看到码头附近的这些防务 进行的这种战斗 也是相当的惨烈 那么民兵组织认为 马里乌波尔钢厂的这种地下 有相当复杂的这种公式的建设 同时可以保持着数千人 在这个区域能够生存 包括一年以上的这种弹药的技术 以及生活的用品 当然了 俄军在这个区域的人道主义救援 也是开展的相当的不错 但是尽管俄军阶这个地区 已经运送了1000多吨的这种救援的物资 包括水食品药品等等 但是还是杯水车薪 那么以上就是凤凰卫视 卢宇光 暴载中萨维 在马里乌波尔钢厂码头的报道 美国总统拜登在21号则是表示 美国在未来几天向乌克兰会提供额外8亿美元的军事援助 以及额外5亿美元的直接经济援助 拜登还宣布 所有与俄罗斯有关联的船只将被禁止进入美国港口 拜登当天在白宫就乌克兰局势的最新进展发表讲话 拜登在讲话中宣布 向乌克兰提供额外8亿美元的重型武器援助 以帮助乌克兰应对俄军在顿巴斯地区发动的新攻势 这笔军援将包括重型火炮武器 数十门榴弹炮 与这些榴弹炮配套的14.4万发弹药 以及战术无人机 拜登当天还宣布 为乌克兰提供额外5亿美元的直接经济援助 拜登表示在过去的两个月里 美国已创记录的速度将武器和装备运往乌克兰 截至目前已运送了数千架反装甲和反导弹直升机 无人机 榴弹发射器 机枪 步枪 雷达系统 以及超过5000万发弹药 拜登还宣布所有与俄罗斯有关联的船只将被禁止进入美国港口 拜登称这是美国与欧盟 英国 加拿大等合作伙伴 共同采取的针对俄罗斯的右翼关键步骤 凤红卫视王悠悠 陈一秋 华盛顿报道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21号也以视频的方式 对于多个国际金融中心来发表演讲 而对于他们所提供的经济支援来致谢 美国总统拜登当天也表示 将再向乌克兰提供13亿美元的支援 茨洛斯基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纪银行表示 感谢他们对乌克兰提供的支援 但强调乌克兰需要更多的支援 才能抗衡俄罗斯的力量 他呼吁国际金融机构继续制裁俄罗斯 以及针对俄罗斯征收所谓战争税 没收俄方资产 作为对俄罗斯的惩罚 他也表示 希望下次会议能够在哈尔科夫等乌克兰城市举行 以便见证乌克兰如何得益于国际支援 茨洛斯基同日对美国总统拜登 就美国早前宣布增拨8亿美元军事支援仪式 表达感谢 美国最新一轮的军事支援中 包括重型火炮 弹药和无人机等 茨洛斯基呼吁西方国家 加快速度向乌克兰交付武器 俄罗斯早前表示 以全面解放乌克兰东南部城市 马里乌波尔 茨洛斯基反驳有关说法 指城内的守军 还没放弃对俄军的抵抗 凤和卫视综合报道 俄罗斯外交部在21号也宣布 对于一批美国还有加拿大的公民 实施个人制裁 要回应美加两国不断地扩大 对俄制裁举措 俄罗斯外交部21号发表声明 对包括29名美国公民 以及61名加拿大公民在内的个人实施制裁 以此回应美加两国针对俄罗斯不断加大的制裁力度 俄外交部当天宣称 本轮制裁包括美国副总统哈里斯和他的丈夫 以及原公司首席执行官扎克伯格等29名美国各界高层人士 这些人已被俄罗斯政府列入禁止名单 无限期禁止进入俄罗斯 同时俄方对加拿大的制裁名单 包括加拿大总理办公室负责人艾哈迈德 武装部队特种作战部队指挥官博伊文 以及加拿大海军司令贝恩斯等61人 同样被无限期禁止进入俄境内 据悉自20号以来 美国政府公布了新一轮对俄制裁 635名俄罗斯公民受到签证限制 其中包括三名俄官员 此外 新一轮制裁对象 还包括俄罗斯虚拟货币开发公司 这也是虚拟货币企业首度登上制裁名单 自4月初以来 美国已在金融领域制裁了俄罗斯 几乎全部与美方有关联的资产 本月19号 加拿大总理特鲁多也宣布了新增对俄制裁名单 新增的14名俄罗斯公民中 包括俄总统普京的两个女儿 截至19号 遭加方制裁的俄罗斯公民已超过900人 俄罗斯外交部表示 本次反制措施旨在回应美方 将越来越多的俄罗斯公民列入制裁 俄罗斯官员及其家属 商界 科学界 文化界人士 都遭到美方制裁影响 而针对加拿大的反制措施 主要制裁了参与研究 制定和落实反俄政策的 加方公民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稍后回来带您继续关注的有 法国总统大选进入决战倒计时 马克龙和勒庞继续拉票活动 国欧亚洲论坛年会最后一天 分论坛聚焦全球通胀和加息潮 欢迎回来再看到是 朝中是在22号的报道指出 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与韩国即将卸任的 总统文在寅护致信函 感谢文在寅为增进朝韩关系所做的努力 并且形容这个举动是双方高度信任的体现 韩国清瓦台当天也证实了 朝方发布的这一消息 并且表示文在寅在信中呼吁朝方 应当以对话来代替对抗 立即重启与美国的无核化谈判 并且努力寻求与韩国下一任总统 尹西约的政府展开对话 朝中社报道称 金正恩在给文在寅的回信中写道 两人在2018年的历史性会面 给了人民对未来的希望 且双方同意 只要双方都充满着希望的做出不懈努力 朝韩之间的关系将进一步发展 金正恩还感谢文在寅 直到任期的最后几天 还在为了国家的伟大事业 而承受痛苦并做出努力 报道表示文在寅20号向金正恩致亲笔信 金正恩次日赴韩 韩国青瓦台也在22号 朝方报道发出后对外证实了这一消息 青瓦台发言人朴炯美对记者表示 文在寅在信中写道 朝方应当以对话来代替对抗 立刻重启与美国的无核化谈判 并努力寻求与韩国下一任总统 尹熙岳的政府展开对话 文在寅还表示 尽管期间困难重重 但是韩朝领导人一直为半岛和平 与韩朝合作携手努力 他愿意在卸任后 仍然与朝方一道 争取韩朝之间的各项宣言 成为朝鲜半岛统一的基石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日本前防卫大臣史破茂 在东京接受本台独家专访时 提及驻日本冲绳的美军基地 发生各种事故 他表示日美地位协定 有很多不平等的地方 应该进行修改 日美安保条约 日美地位协定已实行62年 美军承诺对日本的保护义务 日本则向美军提供基地设施 但日美地位协定 赋予助日美军诸多特权 美军基地可不受日本国内法限制 日方没有调查权 前防卫大臣史破茂表示 日美地位协定本身 就被指示不平等协定 本台である日米安保と地域協定 というのはセットのものなんだけど 日米安保が改定できないから 地域協定も改定できない というふうに断言はするべきだと 私は思わない 今の状態ですと 不平等なものというふうに断言していいんですか そう思っている人は多いでしょうね 石破さんはどう思いますか より改善すべき点は多いと思っています 今年5月 石冲绳回归日本50周年 当前有70%住日美军基地 集中在冲绳 多次发生恶性美军杀人 強暴婦女 美军基坠毁事故 石破茂警告说 如果再发生严重事故 引发民憤 無意会動揚 乃至出現影響 日米同盟存亡的危机 つまり今の関係は 台東ではないという どこが具体的に問題 使用されていらっしゃるんですか 仮に大きな事故があったとき あるいは大きな事件があったとき ほらと地位協定が不公平なんじゃないか 日本にとって不利なんじゃないか こんな日米同盟やめたほうがいい そういう世論が起こったらば 日米同盟終わっちゃいますよ 法国總統選舉在24日 即將要進行第二輪的投票 而選前的一天是冷靜期 是不能有任何競選活動的 因此 馬格隆和勒庞21日 都把握最後兩天的 充自機會催票 試圖說服未拿決定的選民 馬克隆当天前往巴黎郊区 聖誕尼進行拉票 当地属于低收入地区 選民主要關注物價和住房 在第一輪投票中 这里的選民大多支持 極左翼参選人梅朗雄 而現在都成为 馬克隆和勒庞 努力爭取的關鍵遊利票 在聖誕尼之行中 馬克隆还戴上拳擊手套 和教練一起練習拳擊 20日的電視辯論後 民調顯示 馬克隆支持率 維持在56% 領先對手勒庞 約12個百分點 但領先優勢 比五年前縮小 當時他以66.1%的得票率 擊敗了勒庞 在電視辯論中 被指表現遜色的勒庞 當天前往北部城市 阿拉斯拉票 勒庞在講話中 為自己的表現辯護 只成功向法國人民揭示 馬克隆的真面目 又批評對手冷漠和傲慢 而且過去五年的經濟政策失敗 令人民受苦 由於民調顯示 只有72%選民表示 會在第二輪總統選舉投票 將是1969年以來的新低 意味馬克隆的選情仍有變數 德國總理舒爾茨 西班牙首相桑切斯 和葡萄牙總理科斯塔 在歐洲多份報章撰文 呼籲法國選民 不要投票給攻擊自由和民主的人 含蓄地為馬克隆助選 凤凰卫視綜合報導 法國總統大選進入最後的衝刺階段 拉票活動漸進尾聲 首都巴黎21號有大學生 發起反極右翼勢力示威遊行 對極右政黨的競選綱領表達不滿 也對勒龐可能勝選表達擔憂 在巴黎大學聚集區先閒此廣場 法國最大的學生聯合會 發起反極右勢力示威遊行活動 遊行參與者打出抵制極端主義思想 愛力社工不歡迎樂旁等標語 對極右翼政黨進入本屆大選第二輪 表達失望和不滿 利略兌理學生私特色的因爲 西蘭議員大選擇 與我們明星製領 опас出的地下 黃金人嘛 而代表反正越國際決定的地下 反正將成選擇 我們在前面參與 我們在前面 我們在前面 我們他們為了 新疾病人 我們不絕情 我们会做到全国的权力 不够到党 所以马克龙·马克龙 今天是他们的选戏 并不够到党 有参与示威游行活动的大学生表示 马克龙和勒庞都不是他们 心中理想的总统候选人 他们反对勒庞主张的民族主义 极端主义 也对马克龙五年任期的政绩 并不满意 即使马克龙将大概率获得连任 他们对法国的发展前景 仍然充满担忧 今天我们叫做马英勒·马克龙 但这并不是说 给马英勒·马克龙的白肆 而为他的位置的总统 也为他的位置的选戏 所以这并不仅仅是他的计划 也不仅仅是他的计划 这实际上是重要的 法国2022年总统大选 即将进入拉票进卧期 马克龙的连任之路仍然存在变数 而以自由、平等、博爱 为国家真言的法国 对于极有一政党 如果掌权 可能会令法国在多极世界中 走向边缘化的担忧 正在逐渐显现出来 方卫视李莫威江新 法国巴黎报道 2022年 法国总统选举 也备受旅发的华人群体所关注 而总统候选人在经济民生 社会治安 还有性别平等 以及移民等问题上的竞选纲领 也都是他们重点关心的议题 旅发华人群体 在法国社会发展中 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对于本届总统选举 他们就希望 新一届的法国总统能够在经济民生 社会治安 以及融入等问题上 投入更多 每一次的总统选举都是很重要 对我们华人的发展 以及中法之间的关系 所以说我觉得我们在各方面吧 包括我们在现在的主要的行业 在旅游 餐饮和我们的这个进出口 那么我们希望是新的总统上来以后 对这方面 我们要跟他们的这个新的政府 要重新开始谈谈 第二 安全问题也是很关键的 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个融入 就是我们的华二代 华三代 在这里 但是我们还是希望 我们布一个桥梁给他们 做好这方面工作 另外 性别平等 反对极右派的移民政策 也同样是华人群体 所关心的议题 那我作为女性的话 我比较关注的可能就是男女平等的问题 在法国社会里呢 女性的就业和声线 到目前为止还是非常的不公平的 作为一个华人的话呢 我比较关注和关心的就是选举议题里面的 反对极右主义 如果是极右选举上台执政的话 会对移民实行这个压迫的政策 而且还会对我们在法国出生的移民后代 他会实现一系列的启示政策 近年来 旅法华人美方重大选举 关心选情和参与投票的意识越来越高 作为表达诉求的一种重要方式 他们正在积极利用手中的选票 为自身谋求利益 凤凰卫视 金亮临平 巴黎报道 稍后回来带您继续关注的有 美国财长耶伦表示 欧洲对俄罗斯的能源禁令可能必大于利 在内地新增了2119例的本土确诊 无症状感染者超过了16000例 欢迎回来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一纲 22号在博鳌的一场分论坛发表视频演讲 他指出当前的地缘冲突 通胀上升 对于中国的经济也造成了一定的影响 中国人行将继续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 并将综合运用多种工具 为中小微企业提供更多支持 加大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 博鳌亚洲论坛在22号上午的一场分论坛 聚焦全球通胀加息潮和经济稳定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刚在视频发言中表示 当前地缘政治紧张加剧全球通胀压力 也给中国金融市场带来一定的影响 面对这些挑战 中国货币政策提前布局 去年12月以来 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有所下降 3月末的广运货币MR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 也较少年末显著上升 此外 人行还向中央财政上缴 节存利润超过1万亿元 通过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 协调联动 稳定宏观经济大盘 易刚表示 中国将会继续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 综合运用多种工具 为中小微企业提供更多支持 在货币政策的支持之下 易刚表示 今年一季度 内地的物价水平 维持在了合理区间 而今年货币政策的首要任务 仍然是维持物价的稳定 金融服务将会高度重视农业生产 以及石油 煤炭 天然气 等重要能源产品的进口和生产 易刚表示 只要能够确保粮食生产和能源供应 物价水平将会稳定在合理区间 凤凰卫视 你小文言不见 周明亮 海南博澳报道 今天是博澳亚洲论坛 2022年年会的最后一天 本台特派记者 妮小文 小文你好 杨子忠好 关于最后一天的议生 都有哪些关注的焦点呢 为我们介绍一下 好的 杨子 在今天我们最关注的 还是在上午9点举行的这场 关于全球通胀和加息潮的分论谈 刚刚大家在新闻当中也看到 中人民银行行长易刚 是发表了视频演讲 也是分析了中国的货币政策 是如何去应对当前的通胀压力 他也特别提到了 今年的两个最主要的发力点 也就是粮食生产和能源供应 从这两个点出发来 稳定物价的水平 那么在今天这场论坛上 还有多位嘉宾都是参与了讨论 去分析通胀的原因 并且提出建议 那我们当中也最为关注到的是 国际清算银行的总经理 卡斯腾斯 他就认为 全球通胀的当前 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 而这个特点呢 就是覆盖面非常广 他表示呢 目前有60%的发达经济体 他的通胀水平也就是CPI 已经超过了5% 而一些新兴经济体的通胀水平呢 也是在提高一些国家的CPI 甚至是超过了7% 而更重要的是呢 这一轮通胀形成的原因 和以往有所不同 那主要一方面是2020年后 疫情后 各国经济的一个快速的扩张 另外一方面 就是在最近俄乌冲突之下 是进一步推高了大宗商品的价格 所以因为这些形成机制 已经和以往有所不同 所以卡斯腾斯也判断 这轮通胀可能不会快速的消退 所以他也建议各国的央行 要做好准备 尤其是要开拓新的思路和新的工具 来应对这种通胀的风险 那么在今天啊 也是刚刚也提到 是博鳌论坛的最后一天了 那么在今天白天 还会有多长的分论坛 以及在下午的五点会举行 最后的闭幕的新闻发布会 我们会在现场 带大家一直保持关注 好 马上把时间交换给你 好 也谢谢小文 但我们了解到了 不熬亚洲论坛的相关消息 接下来要跟进的是股市的报道 隔夜美股大跌日 拖累了亚太区的股市 今天普遍走软 而日本股市在午后 维持接近1.8%的跌幅 台湾还有韩国股市 也跌大约1% 内地呼声两市 盘中曾经短缺分红 但是随后是走出了 震荡偏弱的行情 创业版纸更是下跌了 0.95% 户指中午报3077点 下跌2点 跌幅0.07% 半日成交2205亿人民币 深程指中午报11000点 下跌83点 跌幅0.75% 半日成交2531亿人民币 香港股市方面 恒生指出低开420点 随后跌幅有所收窄 美国证交会再将17家公司 列入预定出牌名单 也是拖累科技股 跌幅领钱 恒指中午报20567点 下跌114点 跌幅0.55% 半日成交589亿港元 内地的在线问答平台 知乎 周五是在香港挂牌 但是在开盘 已经跌破了发行价 知乎的开盘 是报在24.95港元 比发行价低超过22% 而盘中最多下跌 超过了26% 知乎在香港 一共是发行2600万股 A类的普通股 全部都是由旧股东来减持 所以这一次在香港上市 公司并不会获得任何的款项 但就完成了在香港和美国 双重上市 知乎在香港挂牌的前夕 被美国证交会 列入了预摘牌名单当中 需要在5月12号之前提交证据 以证明不具备被除牌的条件 另一方面 内地的生活类社交平台 小红书裁员9% 公司说 由于在有一成的员工 于年度的绩效考核当中 没有达到预期 所以公司进行了人员态换 美国财政部长耶伦表示 欧洲对俄罗斯的能源禁令 可能弊大于利 另外彭博社报道 内地三大国有石油公司 正在恰够撬牌 在俄罗斯的天然气出口项目权益 俄乌冲突已经爆发接近两个月 美国已经率先全面禁止 进口俄罗斯的能源 欧盟也在研究禁令 不过美国财政部长耶伦 突然呼吁欧盟 在做出相关决定时 要审慎考虑 有媒体报道 德国计划今年夏季 减少进口一半俄罗斯的石油 到了今年年底 更完全不从俄罗斯进口 而路透社报道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 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执行委员会 提交的文件表明 国际油价上升 受到地缘冲突引发 按时欧佩克不会采取额外措施 以增加原油供应 路透社引述消息指 美国的埃克斯美孚石油 将会在6月24号 完全撤出俄罗斯市场 彭博社则报道 中石油 中海油和中石化 正联合和撬牌谈判 收购撬牌在俄罗斯 液化天然气业务的 27.5%权益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稍后回来带您关注更多消息 一会儿见 在疫情之下 这些考生们 要帮他们加油了 今天是相当于 内地高考的 香港中学文凭考试 是登场了考场市设有 特别的防疫安排 而正在接受隔离检疫 或是确诊的考生 会在香港特区政府设置的 特别考场应试 香港中学文凭考试 早上8点半是正式开考 位于何文田的其中一个考场 有考生在提前一个小时 已经抵达考场 考生和考误人员呢 是需要现在家中 进行快速抗原检测 取得阴性结果之后 才可以进入考场当中 考生入场之前 需要测量体温 并且提交健康申报表 考场内的座位 也是设有透明隔板 另外一方面 在今天的早上6点多 就有三辆抗疫专用的出租车 接在考生 进入了竹高湾 社区隔离设施的考场来应考 在考场当中 是设置了独立的考试 有一位考生是地间房 那考生在考试的期间当中 必须要留在 录影的范围内的座位 兼考员会透过事项 临时 而且实时的监查考试 那么关于这场考试 疫情之下 考生的备考状态 是否会受到影响呢 而考场又进行了 哪些防疫安排 本台记者陈奇曼 今天也是邀请到了 香港创制中学的校长 黄金荣 帮助其了解一下 相关情况 奇曼你好 接下把时间交给二位 好的主播 今天是香港中学 文平市开考的第一天 那么香港创制中学 也是其中一个考场 我们今天就很荣幸的 请到了创制中学的校长 黄金荣校长 来为我们介绍一下 文平市相关的一些情况 黄校长您好 那首先第一个问题 想请教您的是 我们创制中学 在对于考场的设置方面 有没有一些特别的防疫安排呢 今年的文平市 是香港的头等大事 那么学校也非常重视 在防疫方面 做了很多工作 首先学生在家里面 他就要先量体温 做检测 快测 然后来到学校以后 他要申报 健康申报 填写 就是了解他一下 就是最近 有没有病症 有没有被抢检 那他当天 有没有做快测 而且是阴性的 这一些 然后就是这个 我们要检查 在学校里面的设置 主要就是在礼堂方面 礼堂方面 由于这一届学生是出生率比较低 所以人数也是相对比较少 全港就是日校跟夜校跟自修生 大概有五万人考这一届 那我们的学校里堂 基本上就是考平均的要求 是1.5到1.8的距离 那么我们有条件可以比1.8更高一点 比如说我们好像到2米的距离 就是考生与考生之间 另外在礼堂呢 还有旁边还设立几个特别座位 那么在这个几个座位呢 就是如果有怀疑个别学生 他突然间感到不舒服 或者有一些轻微的病征 那我们就会让相关的学生呢 坐到那个礼堂旁边的特别座位 那如果情况呢 如果不太理想的话呢 也可能叫他到特别室去进行考试 那学校就是在礼堂 有一个后备的座位 也有一个特别室的一个准备 那中长休息的时候呢 我们也会分区域分流 安排学生呢 到不同的楼层的洗手间去使用 那么这个主要就是 在设施设备方面的一些准备吧 嗯 明白 那么我们今天第一科开考的时候 情况还顺利吗 有没有出现像您说的 这样的一些特殊情况呢 那这几天呢 我们的老师班主呢都非常紧张 害怕学生突然间有什么事情发生 那庆幸呢就没有什么 就是今天我们全部学生 都准时到学校来考试 所以目前为止呢 一切还是算顺利的 嗯 也没有出现说有并争的学生 没有那些那些特别座位 跟后备室都没有机会用 嗯 那是太好了 顺利又好 那么我们还想问一下 因为这一届的应届的考生呢 我们知道他们可能绝大多数的时间 都不能够面授 不能够回学校上课 都是在加上网课 或者是自己复习 那这样其实对于他们的学习效果 是不是会打了一些折扣呢 那创之中学这边 又有没有对于备考方面 给他们一些相应的支援呢 你说的很好 就是这一届的学生呢 其实从2019年 2019年中到现在 其实他们是中四到中六 基本上呢 都是过着一种不完整的高中生活 那么就是很多学生呢 都是在家上网课 甚至停课 那么所以呢 在这一块呢 他们的学习肯定受到很大的影响 包括他们没有机会 来最后的几个月 没有机会考那个模拟式 就是那个校内的一个模拟式 也没有机会呢 最后的复习 那么另外呢 就是长时间困在家里呢 那个精神情绪方面 也会感到比较大的压力 那么这一方面呢 就是我们学校呢 主要从几个方面来 对他们做出一些支援嘛 在学习方面呢 就是由于他们没机会 到学校考那个模拟式 那么学校就把这些 相关的题目练习 把他安排他们到学校来取 然后做完以后呢 在网上对答案啊 互相讨论啊 老师也在这段时间呢 最近几个月呢 做一些个人小组 以及前班的学习辅导 就是尽用利用网络 来帮助他们来学习 或者解答他们的 学习上的困难 另外一方面就是 精神情绪方面的支援 那这一方面主要就是 依靠我们的班主任 跟科连老师 不定期的做出一些 有系统化的一些 身心的辅导 聆听他们的一些情况啊 让他们或者组织 他们同学之间 有机会在网上 互相见见面啊 互相对话聊聊天啊 这样子希望 舒缓他们的压力 也引导他们怎么样 在疫情的这种情况下 做出各种的准备 另外第三方面就是 抗疫物资的支援 刚才我也提到就是 考评局 教育局 已经提供了大量的物资 还有很感恩就是中央政府 以及香港各个社团 社会人士都捐了 很多抗疫物资 那这一些呢 都转赠给我们的学生 所以这一届呢 我相信他们的抗疫物资 可以用到读大学 都可能用不完 因为都非常的丰富 所以我就很感恩 就是要告诉我们的 这一届的同学 高考生 就是他们并不孤单 全港有500所中学的 校长和老师 陪伴他们一起同行 一起考这个文凭试 而且呢 社会各界人士呢 他都以不同的方式 来对这一届的考生呢 表示支持 所以呢 我相信呢 目前的困难是有的 压力也肯定是有的 那么只要能够跨过这个坎呢 我相信一定能够取得 美满的成果 是的 非常感谢黄校长 为我们详细的介绍 那确实啊 我们也相信呢 有了学校的支援 也有全社会 为考生们加油打气呢 这一届DSE 中学文凭式的考生呢 一定能考出自己 理想的成绩 那么现在 我们也先把时间 交还给主播 好 也谢谢齐曼和嘉宾的分享 我们也祝愿考生们 起开得胜 接下来看到 香港第五波的疫情期间 这隔离设施 曾经一度的严重不足 在中央的支援下 六个临时性的 社区隔离设施 陆续的落成 也成为捍卫 香港市民健康的一道 重要防线 逐高湾永久性 社区隔离设施 第一阶段 也于近日交付 为香港的抗疫工作 绑下呼航 中央援建的 一共九个社区隔离设施 会为香港合共提供 大约五万个床位 大大增强了香港防疫 抗疫的抵气 同我们两个月前 隔离设施严重不足的困境 实在不可同日而遇 2月22号 中央援建香港的 第一所临时性社区隔离设施 在轻易开建 2月28号 仅用一周时间 轻易项目完工 随后 新田 港州大桥香港口岸 坟岭 洪水桥项目 相继完工 3月24号 元朗坛委项目交付 历经29天 中央援建的 六所临时性 社区隔离设施 全部交付 约2万张隔离床位 投入实用 数万名工人日夜奋战 多部门全力沟通配合 以2020年 方舱项目 60倍的速度建设 一个月内 2万张病床 成功交付 正与第五波疫情奋战的香港 受到了一份强有力的支持 项目的建设 承载了多方期盼 社会各界 俊来一批又一批的防疫物资 向建设者表示感谢 六个零时性 社区隔离设施交付后 香港保安局 从各纪律部队 抽调人员 成立抗疫特遣队 负责设施的日常管理 不同设施 有各自的管理模式 但都强调 以人为本的概念 在洪水桥设施 就专门接收 少数族裔人士和伊斯兰教徒 工作人员 向入营的穆斯林人士 派发可兰金河地毯 方便他们祈祷 在新田设施 早前有多名听障人士入住 管理人员 调派董首宇的同事 加入关爱小队 每天探访 有特殊需要的人士 并用文字辅助沟通 让隔离人士感受到 他们在抗疫路上 并不孤单 许多市民在入住后 用新易卡感谢信 或是拍摄短片表示感谢 六所临时性隔离设施完工 但建设者们的征程还在继续 位于竹高湾和启德的 两个永久性社区隔离设施 正在全力推进 其中竹高湾设施 第一阶段已经于4月19号交付 竹高湾的余下设施 以及启德项目 也将在未来三个月内陆续交付 为香港的抗疫工作保驾护航 凤凰卫视崔可军香港报道 再来看疫情 这是内地部分 国家卫健委就通报了 21号的领导24点钟 内地新增了本土确诊病例 有2119例 新增本土无症状感染者 有16383例 当中上海确诊 占到了1931例 无症状感染者 15698例 其中250例感染者 不是在隔离管控当中发现 占比大幅下降至1.4% 那么官方也表示 22号起全市开展的 社会面清零攻坚九大行动 力争早日实现社会面清零 上海市官方通报 21号新增本土死亡11例 平均年龄84.2岁 最大年龄94岁 死亡的直接原因均为基础疾病所致 本轮上海疫情累计死亡36例 目前救治中的重症160例 为重症24例 加强重型 微重型患者医疗救治的支援的配备 统筹了全市的优质的医疗支援 加强了定点医院的建设 组建了多支的重症的团队 充实定点医院的救治力量 官方指出 全市疫情已连续几天呈现下降趋势 22号起开展社区管控行动 检测筛查行动 留掉排查行动 专业隔离行动 腾患扩容行动 中医药干预行动 清洁消毒行动等九大行动 力争早日实现社会面清零 为进一步巩固扩大清零攻坚工作的成效 市防控办昨天制定了实施的方案 采取全域静态管理 全员检测筛查 全面留掉排查 全民清洁消杀 全城插漏补缺等综合防控措施 官方强调 当今疫情形势依然十分严峻 防控工作正处于较劲爬坡的关键时刻 全市将按照三区划分要求 实施从严管控 加大对流动人口 居家隔离等人员的管理 最大限度减少人员流动聚集 凤凰卫视黄奈良和超上海报道 感谢您达成今天的凤凰五间专列 五間专列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订阅 转发 打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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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